对比强烈江泽民打两张牌下退步时川普出众手前致中共整腹牌带打 近两年来中共不断加大 对中华民国的压力 美国政府出现一些被视为力挺台湾抵挡中共压迫的作为 川普政府被中共批评为打台湾牌 殊不知江泽民曾为被告反人类罪和群体涅绝罪 打两张票下退步时导致美国法院不敢立案 如今川普上台今非昔比 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顾问 认为川普手上拥有比北京更多筹码 这对台湾更加有利 还有专家认为推动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 在目前有天时地利人和学者专家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9月12日年会中讨论如何强化美台关系 美国之音中陈方拍摄 打朝鲜排台湾台 江泽民破坏美国三权分立 美国之音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 中国事务顾问博斯科 Joseph Bosco 表示他上星期在英国诺宾汉大学 台湾研究项目 刊物台湾透视 Taiwan Insight 中以台湾排在美中关系的角色为题 发表文章 说川普总统不像以前的政府一样 可以在对台湾的问题上 因为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立场不同 而被中共加以利用分化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博斯科 说现在川普总统和他的国安团队更愿意与国会不分党派 长期以来支持台湾的立场 一致川普与国会加在一起 他们有整副台湾排 可以打前五角大楼官员 博斯科表示中共经常在打朝鲜排过去 三十年来中共利用打朝鲜排成功的取得华盛顿及其地区盟友 在许多议题上的让步 包括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 人权以及涉及台湾的相关事物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 披露法轮功在美国控告江泽民反人类罪时 江泽民用打台湾和支持朝核两次威胁美国 使得美国法院的三权分立受到严重破坏 在出庭的时候 美国国务院代表江泽民一方出庭美国法院最终不敢接受这个案子 据江泽民其人一书介绍 民主自由是美国的立国之本 当年的清教徒为了躲避宗教迫害追求信仰自由而来到了美国 因此美国对宗教自由和人权价值很看重美国的开国之父们 如麦迪逊、杰斐逊等都写过大量文献 阐明人民应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其他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 1789年在美国开始够建联邦司法系统的时候 国会参众两院就通过了抑郁侵权索取法案 允许在美国的律师对外国人在海外的某些违法行为 进行求偿1992年美国参众两院全票通过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 允许美国的法院对种族灭绝罪 酷刑罪和其他反人类罪行进行审理 无论犯罪者是否是美国人也不论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在本土只要犯罪者 踏上了美国的土地就可以成为被告 例如菲律宾前独裁者马克思逃到美国下威夷 后于1988年10月21日被美国联邦大赔 审团在纽约曼哈顿立案起诉 马克思夫妇犯有诈骗罪 其他一些民主国家也有类似的法律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2003年6月10日38位美国国会议员 以法庭之友的名义向法庭递交了支持诉疆案 审理的辩论书针对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向法庭提出的终止该诉讼案 的提议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此案件给中南海带来巨大震动 中共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和其他国家透露 将愿意付一切代价阻止此案成立 要求美国动用元首豁免条款 终止此案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官员透露 中国外交官员转达北京队将在美国起诉 案的意见时非常紧张生怕出错 竟是掏出公文逐字逐句念出北京的态度 据一位中国大使馆的官员私下透露 国际有关起诉将的报道和法庭开庭的资料大使馆 被要求立即报送北京 中共政治局常委们需要马上阅读 阿波罗网特约评论员王笃然表示 江泽民打台湾排朝鲜 排下退布时政府美国国务院司法部 向法庭提出的终止该诉讼案 使得此案最终无法进行下去 江泽民以一己之私破坏了美国的三权分立和司法公正以及对人权的捍卫 金飞希比川普整副盘 带打前五角大楼官员博斯科说 中共利用朝鲜议题的两面手法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特朗普金正恩崩会时最为明显 数十年来中国都对华盛顿要求他对平壤施压 终结其核导弹项目置之不理 但是当特朗普直接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打交道美朝关系 看来像是要达成突破的时刻 习近平却突然表露出对此议题的兴趣将金正恩召唤到北京 在美朝谈判过程中交上一盆冷水 Put a Damper on 博斯科表示 特朗普政府已私下对中共表明美国在经济 外交和安全领域上 还有一些对台湾有力的行动可以采行 那些行动不仅是一张张 可以用来惩罚中国并改变其行为的台 更重要的是 他们对深化美台关系非常重要 台湾无需担忧成为美中整体关系的谈判筹码 赞助商 链接赞助商 链接对于博斯科这种看法 上星期在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GTI的年会中 也有多位学者专家表达类似观点 认为现在正式提升美台关系的最佳时机 台湾旅行法和2019财年国防授选法 涉台条文都为美台关系的强化 提供了许多操作空间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 美国之音中陈芳拍摄 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蒂 Steve Young提到最近白宫关于多米尼加 塞尔瓦多与台湾断交发表声明公开挡回北京 对台湾的外交压力 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芳 美国之音中陈芳拍摄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 迈阿密大学教授金德芳 June Dryer 甚至以所有星星都排成一直线 All the stars are lined 一指天时 Dilly 人和的说法表示 目前是推展美台关系 最有力的时机 阿波罗网零一综合报道